藥質來說,我們都比較擔心 因為也有一堆在非洲來港的人士 最近在檢疫酒店確診 聽醫管局的同事說 也有一部份人士是比較嚴重的 因為他們大部份都是惡性的藥質 變成可能是嚴重的情況 有個別都是有死亡 或者是要進入心切治療的情況 我們也看到這段時間 在基内亞的人士好像比較多 即是來香港而見到藥質的情況 所以我們也會提醒這些基内亞來港的人士 如果他們來到香港的時候 我們也會問問他們有沒有病徵 如果有病徵的話 可能會直接送到醫院 因為可能他們有一些藥質的情況 如果沒有病徵的話 可能也會看看他們會不會願意抽血 然後就是有一個醫學的監測 希望可以早點找到這些人 當然如果根本有一些 我們有一些個案的同行人士 我們會特別看看是否可以找到他們 然後特別處理 暫時我們有19個病人 就在醫管局核下的醫院裏面 是治療藥質的 除了這19個之外 其實有一位就是今天下午過了身 我們所有有藥質的病人 如果發現到的話 我們都會安排到我們醫院那裡 我們有我們的傳染科的專科醫生 就會根據病人的情況 給適當的藥物去治療 治療管局馬上是因應緊急的情況 成功地採購了有關的藥物 暫時來說 我們也有足夠的藥物去治療藥質的病人 發生前後 帶鉤機子 把頭髒進行 充滿